最近夜8日在网上宣布闪婚就爱大S后 隔天立刻开启最期之旅飞来台湾 经过10天的隔离 两人终于快要重逢相会啦 19日上午他超帅现身接受PCR检测 听到媒体祝他新婚快乐时 简直开心到戴着口罩都挡不住笑意 面对欧巴的出关倒数 大家都很好奇 他会到哪进行最后的7天自主健康管理 而小S日前曾在活动上 说过会邀姐夫到家里吃饭 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虚亚军也证实此事 透露第一句会跟巨军夜说 Welcome to Taipei 至于今早姐夫被拍到的照片 到底跟20年前比起来变化大吗 小S则是回了一个比赞的大拇指贴图 直夸巨军夜帅 并向姐夫喊话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我的建议 在旅馆好好健身 说到时候见面要好好检查一下 我现在好想看真人版韩剧在我面前演出 希望太热情的小S之后不会吓到欧巴哦